男神杨阳被央视公开点名 三部作品面临下架 从荧幕男神到争议焦点 他的演艺之路到底有多精彩 一 作品大赏 杨阳的演艺生涯那可是相当丰富 从《红楼梦》中那个青色的贾宝玉开始 他就踏上了自己的演艺征程 那时候的他 满脸的胶原蛋白 仿佛从画中走出来的翩翩少年 一下子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先来说说那不经典的《红楼梦》 2007年 杨阳饰演新版《红楼梦中成年》贾宝玉一角 正式踏入演艺圈 他那充满灵气的表演和帅气的形象 仿佛就是从书中走出来的宝玉 让观众们一下子就记住了 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2015年 对杨阳来说是收获满满的一年 在电视剧《少年四大名补》中 他饰演的无情 虽是残疾之身 却有着聪明绝顶的头脑和冠绝天下的暗器功夫 那冷峻的气质不知道迷倒了多少粉丝 童年 在盗墓笔记中 他画深神秘莫测的张启玲 那冷峻的眼神 敏捷的身手 仿佛他就是那的从书中走出来的闷游瓶 让无数道米为之疯狂 还有那部旋风少女 杨阳饰演的若白师兄 默默守护着女主 外冷内热的性格加上超高的颜值 简直就是无数少女心中的理想型 这部剧也取得了全国同时段电视剧收视冠军的好成绩 杨阳也因此获得国剧盛典最剧全媒体影响力演员奖 年度最受关注演员奖 2016年 杨阳在《微微一笑很倾城》中饰演的肖奈大神 更是成为了无数女生的梦中情人 她是庆大笑草籍人物尖锋云人物 不仅是游戏里的高手一笑奈何 还是现实中创立了质疑科技的的霸道总裁 宇正爽饰演的被微微在剧中甜蜜撒糖 看的观众们那叫一个星花怒放 该剧播放量突破90亿人次评论量突破90万人次 杨阳也凭借这个角色或评递两届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年度人气巨星 电影方面也有佳作 比如在《左耳中》杨阳饰演的许义 一开始是单纯的乖乖仔 学校里的优等生 后因感情挫折走向堕落 这种前后的反差被杨阳演绎的十分到位 还有与刘亦菲合作主演的电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他饰演的叶花 试框古绝伦的天族太子 造型帅气 身情款款 与刘亦菲的搭档也是十分扬眼 电影票房成绩也相当不错 2018年 杨阳在《五栋乾坤》中饰演林栋 从平凡少年蜕变成爵士英雄 这个角色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 情感性格也发生多次变化 杨阳通过自己的演绎 让观众们看到了林栋的成长与蜕变 2021年的《你是我的荣耀》同样火爆 杨阳饰演的于途 是一位心怀梦想的航天设计师 他将这个角色的复杂情绪处理得恰到好处 再次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截至收官全网播放量突破33亿 2022年的《且是天下》中 杨阳饰演黑风吸 他将这个角色的英明善于算计 心机颇深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提名第13届澳门国际电视节金莲花奖最佳男主角 2023年的《我的人间烟火》 杨阳饰演消防战长宋燕 他的精彩表现让观众们看到了消防员的勇敢和担当 粉丝们对杨阳的这些作品也是爱到不行 有粉丝评论说 杨阳演的肖奈就是我心中的完美男神 看了微微一笑很清晨后 我都不知道重复刷了多少遍了 还有粉丝说 从《红楼梦》的宝玉开始就喜欢杨阳了 他的每一部作品我都不会错过 看着他一路成长 演技越来越好 真的很为他开心 另一位粉丝则表示 《特战荣耀》里的杨阳太帅了 把艳破约那种军人的坚毅和勇敢演绎的淋漓尽致 让我对军人更加敬佩了 怎么样 小伙伴们 是不是也被杨阳的这些作品吸引了呢 二 作品影响力 他的这些作品可不仅仅是让人看着过瘾哦 微微一笑很清晨播出的时候 那网络播放量简直像火箭一样飙升 成为了当时的爆款剧 剧中的各种经典场景和台词 都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甚至还引发了一系列的模仿热潮 好多小伙伴都学着剧中的人物打扮和说话呢 全职高手也不例外 他让电竞题材的电视剧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推动了电竞文化的传播 听听粉丝们对他作品的评价吧 哇塞 杨阳简直就是从小说里走出来的男主角嘛 每一个角色都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 从肖奈大神到夜休 每一个都爱到不行 三 个人影响力 杨阳的颜值 那是不用说了 走到哪里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他那阳光帅气的外表 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 他的笑容 如同春天的阳光 温满人心 让人感受到了他身上的正能量 他出席活动的时候 那现场的粉丝尖叫声 简直能把屋顶都掀翻 他的出现 总是能引起一阵阵的轰动 他的粉丝 遍布全国各地 甚至是海外 都对他充满了喜爱和关注 他的时尚品位也备受关注 每次的穿搭都能成为潮流的风向标 他不仅关注时尚 更关注环保和公益 他用自己的影响力 倡导大家关注环保 关爱弱势群体 为社会传递正能量 而且 他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通过捐款 捐物 参与公益活动等方式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的善举 让人感动 也让他的形象更加高大上 杨阳不仅是一个优秀 的演员 更是一个有爱心 有责任感的人 他用自己的行动 影响着更多的人 传递着正能量 他的善良和正能量 让人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 让我们一起支持杨阳 支持他的作品 支持他的公益活动 让我们共同努力 传递正能量 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杨阳的每一次出现 都能让我心跳加速 他就是我的本命爱斗 会一直一直喜欢下去的 他的魅力可不仅仅局限在外表哦 他的努力和积极向上的态度 也深深影响着粉丝们 4个人争议 呆呀呀 人红是非多吗 杨阳也难免会有一些争议哦 比如说他的演技 有时候会被人质疑 是不是太过于模式化 他主演的 《我的人间烟火》 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剧中男女主角 使用灭火器 时嬉笑打闹的情节 可把大家给惊到了 这事啊 连消防部门都出来指出问题了 说灭火器可不是玩具 不能这么乱用 还科普了一堆灭火器的 正确使用知识 和相关法律规定呢 这一争议出来后啊 那网上可热闹了 粉丝们有的觉得 可能是剧情需要 没太在意 但也有不少观众觉得 这样的情节设置不太合适 毕竟消防器材 是很严肃的东西 就像有的粉丝评论说 杨阳这次是不是 有点不小心了 咋能这么不注意细节呢 还有的网友说 这剧情设计的太不合理了 会给人错误的引导啊 确实咱们得承认 杨阳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 每一部作品都能看到她的进步 她的演技 形象和实力都在不断提升 这也让她的粉丝和观众 感到非常欣慰 尽管有些人会对她的 绯闻津津乐道 但咱们要知道 明星也有自己的私生活 他们也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和隐私 我们作为粉丝和观众 还是应该多关注她的作品 毕竟她的作品才是 她最好的证明 不管别人怎么说 在我心里杨阳就是最棒的 她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 每一部都能让我反复刷 根本停不下来 这句话导出了很多粉丝的心声 他们更愿意关注杨阳的作品 因为她的作品是那么的优秀 让人无法抗拒 其实 对于明星来说 他们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舆论和压力 而我们作为粉丝和观众 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毕竟 他们的作品才是他们最真实的表达 也是他们为观众带来的最好的礼物 让我们一起期待杨阳未来的作品 相信她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同时 也希望大家能够尊重她的私生活 给予她更多的空间和理解 让我们一起支持她 陪伴她 见证她的成长和辉煌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杨阳的哪部作品最让你心动呢 是肖奈大神的甜蜜暴击 还是野修的电竞传奇 快来评问区和我一起聊聊吧 让我们一起期待杨阳未来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秋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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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